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酷斗数据科学为大家带来的零基础开发和应用微信聊天机器人并集成高级机器学习的第二课 今天我们讲智能图像识别,我是来自酷斗数据科学的Sam 今天我们会讲第二课图像识别和处理 识别图片消息当中的物体的名字,物体名,地标名,然后商标名 然后识别图像消息当中的文字,可以包含简单的文本翻译 然后我们还可以识别人脸,一张照片当中有很多人脸 然后基于人脸来判断它的喜怒哀乐,然后可以在微信里面进行集成的应用 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些不良内容的识别 然后今天我们主要会讲第二课 那在我们开讲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做个演示 大家有个直观的理解 就是说通过微信我们能够获取怎样的那个效果,好吗? 接下去我会把那个右下角的那个视频框转换 转去微信的一个界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图像识别是具体的怎样应用 好了,大家已经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叫酷斗陪聊妹的机器人已经登录了 然后他有一个好友叫白黑人 还有一个群叫酷斗陪聊妹UATS这两个群 好,现在呢,我们就是要看这个机器人是怎样能够智能的处理一些图片 所以我白黑,CMGOO会用另一个微信号登录 然后给这个机器人发送一张图片 好吗?现在我就要登录微信 然后发送一张图片 我会先发一张自由女神像 自由女神像 好,正在发送中 然后你看到我们收到了这个自由女神像的图片 对吧? 刚才白黑给酷斗陪聊妹这个机器人发送了一张图片 然后这个机器人他就自动进行了图像识别的处理 我们来看一下他识别出了什么东西 第一呢,我们看到了image analysis图像分析的结果 他做了一个label detection 就是物体识别 他识别出来了这里一个是stature 是一个塑像 然后monument纪念碑 然后他雕塑 而且每一个物体他识别出来的 他都有一个叫confidence 他的信心度 是从一个0到1的一个数值 0.89,0.83,0.63 然后接下去他还会做什么呢? 他会做一个叫landmark detection 就是地标识别 看我们有没有识别出了 他识别出来的是stature of liberty 然后有个confidence 就是说他识别出了这是自由女神像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图片 然后接下去他有个logo detection 它是一个商标识别和一些其他的比较有名的内容的一个识别 我看他识别出了一个叫Liberty Helicopters Liberty Helicopters 如果你去网上搜索一下 它其实是一个旅游公司 它是提供直升机 为旅游的朋友提供直升机来游览纽约和自由女神像雕塑的一个服务 你可以去看一下 第二个他还查出了一个叫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of Barack Obama 这是一部纪录片 就是说我们有理由相信 就是说在这部纪录片当中它出现了很多自由女神像的图片 或者说这张照片可能也是这个纪录片当中的一个场景 好吗 接下来我们看到了一个叫Text Detection 文字提取 文字提取呢 因为这张图片里面没有其他的文字 所以它没有结果 然后Face Detection 面部表情 它也没有查出有面部 虽然雕塑呢 它是有一个脸 但是这个应用主要会是识别真人 所以这个是没有面部表情 所以接下去呢 它有个叫不良内容的一个识别 它是不是承认内容 very excuse me very unlikely 就是说非常不可能 是不是有暴力倾向 也是unlikely 然后有没有欺骗性质 也没有 然后medical性质呢 也没有 那这个下面的有 除了有very unlikely之后 它一共分五层 最小的可能性呢 就是very unlikely 接下去呢 就叫unlikely 再接下去呢 是possible 是当中的 再接下去是likely 再接下去一个是very likely 所以分这五大 好了 我们已经看到了 发送一张自由女神像的图片 它识别出了一些信息 就是我们今天课程当中 等一下会具体去分析 然后我们再试一下另外一张照片 它有包含很多文字 我们来看一下啊 然后作为白黑 它需要给这个机器人 再发送一张图片 好 我们正在发送中 发送了一张图片 好 我们看我们收到了 机器人收到了一张图片 它接下去呢 会进行分析 你看 首先看它收到了哪张图片 好 我们发送的一张图片呢 是我自己啊 三部 然后我的一个linkedin的一个profile 一个自我介绍的一个截屏 然后它上面又有文字 又有人的脸 然后看一下机器人是不是能够识别 好 首先我们看到了 机器人做了一个物体的识别 它有human action 有text是一些文本 然后它是一个产品 一些biology biology是自传对吧 就是说我自我介绍 其实也是自传的有性质 好吗 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大家可以看一下 接下去呢 地标识别 有没有查出地标 没有 这个就是可能我还不是那么特别有名吧 也许我很有名的之后 就会有地标 就会有地标结果 然后接下去 你可以看到有个商标 商标是linkedin 这张图片的左上角 有一个linkedin的logo 所以它会杀别出linkedin 然后它接下去做了一个文字提取 它这边做了很多的文字提取 它做到了原文是英语的一些文字提取 blablabla 然后接下去呢 我们这个机器人还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文字翻译 然后这边设置的是把英语翻译成中文 所以它会把上面的那一段识别出来的文字 英语文字转换成中文 然后再接下去看 我们看到了 这边有face detection 因为照片里有我的那张照片 然后我在笑 然后它说喜悦是不是呢 very likely 就是我这张照片上面显示出我非常开心 然后其他的愤怒啊 悲伤啊 惊奇 有没有带头饰 照片有没有模糊 然后有没有欠曝光 都是very unlikely 这些就是可以从face detection就是人脸表情识别当中能够识别出的几个类型 有喜悦愤怒悲伤惊奇头饰模糊和欠曝光 好吗 接下去我们最后一个看一个就是叫safe search detection不良内容 然后成人暴力欺骗医疗性基本上都是very unlikely 好吗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会接下去要具体讲解的怎样实现 用程序来实现和代码来实现 好我现在要切换回讲课的内容了啊 好我们第一步呢还是老样子 来到github 对吧 来到github github这个链接 telescope user workshop underscore vlog 好吗 然后你会看到这些教程全部都是在这里 然后我们第一步呢是要打开 还是这次我们还是使用谷歌云 第一次我们来打开谷歌的concel 如果大家对那个怎样申请谷歌账号 然后怎么样启动DataLab这个python notebook不是很熟悉的话呢 请参阅我们第一课的教程让我第一课的教程链接说在这里啊 可以参阅一下 好 我们现在打开了 我们记得吗 我们上次的那个呃 新建的那个项目叫kudosdata01 所以我们还是选中kudosdata01这边 好吗 然后我们进去去 compute engine dashboard 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上次建的那一个虚拟机 叫vmdatalabworkshop 这个是我们上次那个虚拟机 啊 所以接下去呢 我们是需要登录啊 启动一个cloud啊 cloud share 然后来登录这个datalab 好了 我们看到了我们呃 DataLab已经启动了 就是Data如果不是很熟悉的话呢 还是参阅第一课的教程 然后我们去这个pod8081 8081它就会启动DataLab这样一个环境 嗯 对 如果大家记得的话 上次我们在DataLab这个根目录下面 创建了这个叫workshopvlog这个这个文件 文文件夹 然后这里的这些内容就是 嗯 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这边Github它上面的这些内容 但是因为这次我们有新增加了第二课的讲课的内容 所以我们需要同步一下 如果大家不知道啊 不清楚怎么样啊 新建这样一个文件夹的话 还是参阅第一课的教程 然后来到这边 把我们第一步做什么呢 那我们来到了这个workshopvlog的这个目录下面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github underscore ipadmb 如果你没有这个文件的话 你就新建一个notebook 然后我们做一件什么事呢 我们是要做一个同步的工作 把最新的 我在Github上面放的那些资源 下载到你的第一课的那一个 data lab的这个环境下面 这个虚拟机的环境下面 好了我们需要在这边打一个命令 感叹号 git 就这样就可以 然后你可以运行 或者你shift and 它就会运行 就让它运行一下 他说ok already up to date 就说全部都已经更新好 更新好了之后呢 我建议大家还再要 重新安装一下 我们第一课当中讲到的 那个安装文件 这样是 新号lo load 可以按一下tap键 你会看到setup cloudpy 我们要把这个文件重新 重新运行一下 这个文件在哪里呢 这个文件呢 其实是在这里 就是这个文件 在这个workshop below 我的根目录下 一旦你同步好了 之后你会出现这个文件 然后你要把它运行一下就可以 那样子我们要运行两次 先运行一次 它会加载这个叫setup cloud 当中派的文件 然后我们去dent 让它再运行一次 要看它会运行很多同步的文件 所以就让它继续运行下去 直到你看到最后面的一个成功的信息 好我们看到已经成功了 所以我们这个步骤也已经完成了 所以你接下去可以把这个关闭掉 你不需要保存它 好的接下去我们就来到这个叫wechat2 这个文件夹 文件夹下面就是我们的第一课第二课第三课的一些 课程的内容在里面 好我们看到了我们打开第二课 好现在我们就在第二课了 第二课是图像识别和处理 如果大家在进入到这个页面有困难的话呢 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 然后跟我反馈问题 然后尽量帮大家解决 好今天我们是第二课图像识别和处理 第一部分呢我们会讲 怎样识别图片消息当中的物体的名字 地标名商标名 接下去图片信息消息中的文字 然后做一些OCR的extraction 对吧 然后还有一些简单的文本的翻译 然后在下一课当中呢 我们会具体讲一讲文本的翻译 这课我们会插入一点点 然后识别人脸 然后首先要找到一张图片当中有多少个人脸 对吧 然后每个人脸它的那个表情是怎样 刚刚有一些不良内容 暴力是不是暴力啊 是不是有那个成人内容啊 对吧 好接下去我们第一步是做什么呢 我们是需要使用谷歌云上面的这个Machine Learning的API 然后这边是一个更新的工作 其实我们前面在setupflow里面已经做完了 所以不需要再做了 然后我们需要导入一些功能的pool 第一步我们导入一些功能的pool 我们可以shift enter 然后运行它 然后导入他 接下去呢 已经完成了 接下去呢 他说要使用Google platform Machine Learning API 那我们需要注册一下一个API的一个key 一个代码 然后这个代码大概是这样 API key这样 那我们怎么样获得呢 你已经有Google的账号了 好我们只要这样做啊 我们来到这个Google云的这个console 然后我们选择右上 左上角菜单键 然后选择API manager 选credential credentials 我们来这边可以生成一个API的key 我们看一下怎么生成 然后获取 好的你看到这个页面之后 我们只要create一个credential就行了 然后选择API key 选择一个API key 然后要API key 这个就是我的API的key 已经生成好了 你这边选择一下copy 你按一下它就已经copy好了 然后你就close它 我们暂时不需要restrict它 就说这个key已经copy好了 或者你这边生成之后 你这边选中它 Ctrl-C 你就选中它了 然后我们来到这边 我们把这里一行代码换点 这里的换成你自己的key 等一下这个key 我这个key呢 你不能用 我会删除掉 所以你更改完你自己的key 之后呢 shift enter 就开始运行它 它就输入了 接下去一步呢 我们是注册一下这个 语言翻译的这个API的key 已经成功了 接下去呢 有一个叫图片二进制的 一个basics的一个转换 因为一张图片呢 有各种格式 有jpg的格式 有gif的格式 然后它 就不同的格式之后呢 你把这张图片呢 其实转换成了一种 叫二进制的码 然后代表这张图片 然后这张二进制的码呢 再传输到那个谷歌云上面 去调用谷歌云的那个 图像识别的这个API分析接口 然后它会返回 你关于这张图片 它上面内容的一个 一个试点 所以这个 这里我们是做一个 图片二进制码的一个转换 接下去呢 我们就是有一些那个 机器智能API的这个接口 的控制参数 然后我们说 对于每张照片 我们希望它返回最多十个物体 就是说一张照片上面 它可能有很多物体 你要试点 我这边就设置一下 我只要你返回十个 不要多 不要 如果少过十个的话 它会返回少过十个 如果大于十个的话 它最多只返回你十个 这边你是可以改的 如果你要改成 换成比如说 你要换成五个也可以的 换成五个 我们就少一点 接下去呢 它有一个说 就是说 如果你对于那个文字当中识别 识别文字 它有一个识别机制 就是它原本的文字内容是什么 你这边暂时不用写 因为它可以在那个 接下去的文字识别的那个机制里面 它能自动检测出你的图片当中的原始文字的语种是什么 然后但是你接下去 你也可以设置一个target language 就是说 你希望把那个原始的文字 语种的文字翻译成哪国的语言 现在我这边设置的是中文 zh是中文 如果你要换成其他的文字的话 也可以换 那一个具体的一个列表 你可以去 我们会在下一堂课讲 这边大概就是知道一下 就是这边我先控制一些控制参数 好了 接下去呢 我们做识别物体消息 消息当中的那个物体的名字 我们先举一个例子讲的比较具体一点 这边呢 一个叫label detection 我们再定义一个处理和返回图片当中物体的一个小功能 这边怎么说呢 我得换一个功能叫kudos data label detection label detection是整个谷歌图像接口当中的一个功能 然后他会说啊 我先调用这个service 然后我这个key function 就是你自己的key function 他就知道哦 谁调用 接下去你send一个request 这个request这边都不用扁 这边都不用扁 这边都不用扁 然后content这个地方呢 其实就是你的那张图片的二进质码 所以这边就是你那张图片的二进质码 他读进了 接下去feature的地方呢 他会跟你说哦 你要干什么 他说我要调用一个api type 这个api type是什么呢 他是 等一下你会看到在下面 其实他就是一个叫label detection 这个是谷歌要求 要求你提供的 就是说你到底是做label detection 那你还是做label detection 还是做label detection 还是做label detection 你把放在这里之后 谷歌就知道你要调用他哪个解码 接下去max result 是我们前面定义的那一个就是返回最多五个 五个武器 好了 接下去你就提交之后你就会收到收到他的回复 收到的回复 我们现在把按照本本的方式把它记录在这个叫image analysis reply里面 然后他就会是跟你说哦 前面你看到的那个微信 那个消息返回码里面他说label detection 然后物体识别对吧 下一行换行 然后告诉你物体识别了多少 这里是做了一个循环 就是把你所返回的那些啊 识别的物体名进行一个一个排列 并且他返回了这个叫confidence这个数值confidence score对吧 大家有看到每个物体名下面他会再有个confidence 然后再有个物体名再有confidence 就是在这里完成 如果说他一个物品都没有识别到的话 对吧他就会返回一个叫内误结果 然后他就返回了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分析 就是怎么样做label detection这样一个功能 然后同理啊先运行他 同理我们在做landmark object detection的时候呢 他会他会那个 他会识别那个具体的那个地标的信息 我们就不具体讲这个啊 landmark object的一个功能并定义了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其实和上面label detection是非常相似的 唯一的不同就是这边的一个api type 我们换了换成了一个叫landmark detection 其他的基本都是一样的 好嘛我们还是运行他 接下去呢商标名也是一样 只是这边的api type不一样 我们叫gudos data logo detection 好嘛其他都一样 然后接下去识别文字当中的内容啊 我们就是识别文字这边放的一个api type呢叫text detection 下去text detection之后 之后完了之后呢 这边我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翻译工作 就是说如果说你的原始的这个语种和你想要翻译的这个语种 你前面设置的那个zh就是中文 如果是不一致的话 那我就会进行一个翻译工作 就把原始的一个外文翻译成了中文 如果是一致的话 就原始语种和你的目标语种是一致的话 那我就什么都不做 好嘛这边就运行一下 好了接下去我们讲face detection 这边也是一样这个api type呢 现在我们叫face detection face detection之后 他会跟你讲 就是说他返回了各种值 他会有喜悦告诉你是likely还是unlikely 然后愤怒悲伤惊奇头饰 还有没有带头上有没有什么东西的 有没有带帽子 然后有没有模糊 这些啊这些信息都是在这边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就说呢 谷歌api呢 他返回的就是能够识别一张照片当中很多 的人脸 然后对于每张人脸 然后对于每张人脸 他都会给出这些啊这些特征 的一个一个可能性 而且这个目前就是这些啊 凭种类就是只有喜悦 愤怒非常惊喜 同时模糊和前跑梦 没有其他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讲一个不良内容 不良内容有有有有四种啊 承认内容暴力内容欺骗内容和那个 医疗的内容 然后就是这边 api type也是不一样 你只要啊 输送给一个叫save search detection 这个文本关键词就可以 好吗 好到此为止呢 我们已经把那个图像识别的那些 api的功能已经定义好了 接下去呢 我们就开始就用扫码来登录就可以了 好我们运行这样一个 运行这个登录好 好我们现在呢 我会拿出我那个 酷豆陪料妹那个机器人的手机 然后对他进行扫码登录 好吗 我们来到这边 我会看到有一个新的QRPNG生成了 然后我们对他进行扫码 拿我的手机对着他扫码 然后登录 登录之后他们会显示网页微信已登录 好了 现在呢 我会把右下角的视频框呢 切换到手机屏幕 他这边显示login已经successful 接下去呢 我们就会运行 等一下切换啊 我们会运行下面这个叫message register 就这边呢是 你真正的就是说 登录之后 微信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响应 什么样反应 我们在这边定义 就是说如果你收到图片的话 我下载这张图片 然后 然后我进行分析 分析什么呢 我分析第一个label detection 那我只要call这个label detection的这个功能 我们前面已经定义了 调用它 然后我们提供它label detection就可以 然后这个image base64呢 其实就是你那样原始图片 微信接收到 然后它把它转换成了一个二进制码 然后送进这个功能里面 然后它进行识别 然后我们这些所有的功能都是可以叠加的 如果你某一个功能你不想不希望要了的话 你只要把它注视掉就可以 它就不会产生啊 不会相应这个功能 不会回复你这个图像识别的功能 所以现在我们做的是一二三四五六全部都做 然后它会把它合成成一个文本的信息 然后返回给你告诉你在微信当中它识别出了什么东西 然后成功了它就会complete 然后就开始return 然后我们运行它 运行它之后 好然后IT run IT chat run 所以它就开始就说start auto reply 所以这个服务器呢就启动了 然后我现在会把屏幕切换到右下角 大家再看一下我们放一张新的图片 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已经登录了 这个机器人已经登录了 还是他有个朋友叫白黑就是我自己 刚才我把那个其中的图片信息都清空了 大家可以重新看一下 然后呢现在有一个朋友 要给他这个机器人发一张图片 现在我要发一张什么图片呢 大家看一下 好刚刚我发送了一张图片 哦大家看到了这张是什么图片呢 哎呦我们先来点击一下 哦我给机器人发送了一张 东方明珠的图片 然后你大家可以看到在主屏幕上面 这里它已经显示了我下载了一张图片 就是现在的时间的 啊一七年五月二十号啊 零点五十四分四十五秒 这个是他的那个叫UAT zero的啊 格林威治时间 然后他已经complete translation了 也complete那个image analysis这个API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在微信里面啊 右下角 他返回了什么呢 他说image analysis 物体识别它有skyline 啊有city landmark skyscraper 这些都是英语返回的 如果大家希望变成中文的话呢 你只要调用一个啊 翻译的一个API就可以了 这个我们会在下堂课注重讲第三课 然后你看地标识别 Oriental portal 东方明珠 对吗 东方明珠的英语名字 然后他的confidence level 然后logo有吗 没有detect到 文字提取有吗 他detect到一个an an这个detection 那这张图片里面 我们应该看来是 应该是没有文本的 但是他在不知道哪个地方找出了一个叫an 然后他接下来就做了一个翻译工作 就是把an翻成一个 然后face detection有吗 没有 然后safe search 然后都是very unlikely 好然后最后我们给大家再发送另一张图片 这是大家看一下有一个漫画 然后又有文字 他呢会触发safe search 就是会有一些被检测出不了内容 大家看一下是什么 好我们找出这张图片 他说oh dear you have fever I'll make chicken soup for you 旁边那只鸡说oh what the fuck just give him 就给他去退烧药 他发烧了干嘛要给他烧鸡汤 我们看一下这张漫画 他被识别出了是什么 他有图像分析的结果 有卡通啊 comics 对吧 卡通和漫画被识别出来了 然后landmark无结果 logo无结果 text detection 他查的挺好的 oh dear you have fever I'll make chicken soup for you what if I just give him paracet tamal 这是一种那个退烧 退烧药的名字 哦他翻译成了中文 亲爱的你发烧了 不过你做鸡汤 那只鸡说oh 给他铺热吸 铺热吸痛这种药就可以了 你不要给他吃鸡汤了 然后你看这边有个spoo 其大的 所以这个触发了他的一个不良内容的一个检测 如果呢 关于成人内容方面大家也可以试试 是非常的准确 他可以非常完美的区分出哪些是性感的图片 哪些是成人的内容 大家有兴趣可以试一下 好的 我现在要把屏幕切换回来 好我们看到刚才我们识别了这两张图片对吧 然后那我们现在要终止他 终止他的话 我们就先interrupt execution 那他跟你说拜拜了 然后我们再做一个安全退出 是inter 好大家已经看到我们已经成功的log out 好 恭喜您已经完成了第二课的一个比较智能的图像识别和处理 知道了怎样识别图片消息中的物体的名字 识别消息当中的文字 检测人脸和一些不良内容 然后那下一刻呢 我们会讲那个自然语言的处理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怎么样把消息文字转成语音 这个叫语音合成 speech synthesis text to voice 然后还有那是语音怎么样转化成消息文字 这样的话我们又会用到一些智能的那个接口 API接口 speech recognition voice to text 就互转 然后接下去呢 有个消息文字的 基于消息文字的多种语言的互议 你想 既然你已经能够把语音转换成了消息文字 这个消息文字 它可以被转换成任何的语言 好吗 谢谢大家 我是来自库头数据科学的Sam 也叫白黑 然后大家可以加我微信 如果碰到什么技术问题的话 或者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跟我讲 好吗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